9岁女孩肚子大得像个皮球 妈妈怀疑她可能怀孕了 于是带到妇产科做检查 可医生的话直接让女人崩溃 几个月前 女孩的肚子只是轻微隆起 可没几天她的肚子越来越大 连最大马的裤子都穿不上 女孩让妈妈给她买孕服装 无奈拿出姐姐的裤子 才勉强盖住隆起的肚子 可到了晚上女孩从房间里冲出来 蹲在卫生间疯狂呕吐 怎么看都像怀孕了 妈妈被吓坏了 轻轻安抚孩子的后背 爸爸收拾好地上的呕吐物 妈妈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安慰她只是消化到问题 吃点药就好了 可几天后母亲发现 女孩的肚子竟快速地慢慢变大 好像真的怀孕一样 打算天一亮就送孩子去医院 这天夜里妈妈听到女儿的惨叫 她急忙跑上楼查看 此时女孩捂着肚子哇哇直叫 大喊妈妈救命 见情况非常紧急 两人不敢当个决定马上去医院 爸爸赶紧抱起安娜 连夜把孩子送去最大的医院 可从检查结果上显示 女孩身体非常健康没有病 孩子只是乳糖不耐受 可母亲听后十分不理解 女儿这么大的肚子怎么会没事 医生健壮连忙解释 可能是肠道蠕动过慢 导致垃圾堆积在腹部 只要做个灌肠手术就能缓解 听到有解决的办法 母亲赶紧让医生进行手术 可没想到手术过程惨不忍睹 护士拿出一条细细的管子 告诉父亲要把这东西 从孩子的鼻腔插进肚子里 避免孩子乱动 夫妻俩需要死死按住女孩四肢 强烈的刺激疼的女孩嗷嗷直叫 虽然爸爸心里无比难受 后悔没有早点注意女儿的身体变化 妈妈心疼的在一边不断流泪 历经两个小时后 残忍的手术终于结束 可接下来医生的话 又让夫妻俩陷入绝境 孩子患有肠道蠕动异常疾病 吃进去的东西无法消化 会一直滞留在肠道里 目前医学上没有任何治疗方案 想要维持生命就只能依靠管子往胃里输送营养液 妈妈听后彻底崩溃 仅仅一次就让女儿疼得撕心裂肺 如果天天重复 难以想象 9岁女儿将要如何承受 母亲像丢了魂一样走出医院 难道她要放弃对女儿的治疗吗 9岁女孩像怀了孕一样 肚子比皮球还要大 甚至还会经常呕吐 妈妈还以为女儿怀孕了 带她到妇产科检查 可让人意外的是 女孩得了严重的胃肠疾病 无法消化肚子里的食物 只能通过往鼻子里插入吸管 来提供每天需要的营养液 只是每次插拔都要忍受无比的疼痛 而且每天还要服用大量药片 女孩承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可到了学校 女孩因为肚子问题 也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 渐渐的 她的脸上失去了笑容 做什么都心不在焉 状态特别的颓废 并且因为病痛的折磨 哭着说自己要去天堂 然而妈妈并没有放弃 带着大着肚子的女儿 来到波士顿最权威的医院 可是因为他们没有预约 护士只能按流程办事 如果想看病就得提前预约 至少要等半年左右 妈妈只能深吸一口气 把眼泪咽回肚子里 然后拉着女儿默默地离开医院 就在他们要回家时 却意外接到医院的电话 医生利用休息时间给女孩检查 发现女孩的肠道已经全部停止工作 虽然她不能彻底治愈女孩 但能通过用特效药帮助她 消化胃里的食物 从而摆脱细管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可还没等女人高兴 医生又说 这种方法副作用很大 虽然女孩的肚子还是很大 但是摆脱胃管之后 安娜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然而随着治疗的深入 副作用远比之前想的还要强烈 女孩的状态非常不好 甚至开始拒绝治疗 虽然妈妈很生气 但也没办法 因为医院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 父母决定把女儿接回家里 让人揪心的是 女孩竟然患上了抑郁症 每天坐在门口发呆等待着死亡 为了哄女孩开心 姐姐带着她去爬树 没想到树枝意外断裂 姐姐让妹妹先走 可没想到下一秒悲剧发生了 9岁女孩挺着大肚子 竟和姐姐爬到大树上玩耍 这时树枝突然被压断 可下一秒身患绝症的女孩 大头冲下 直接掉进黑漆漆的树洞里 姐姐拼命呼喊 安娜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女孩吓得赶紧寻找父母 等爸爸闻声赶来 她焦急地朝里面呼喊女儿名字 却得不到任何回复 妈妈只能求助于消防队 半天后 消防队火速到达现场 然而这棵树特别古老 如果直接把树砍掉 害怕对女孩造成二次伤害 只能从上面搭建云梯 让消防员潜入树洞 再将女孩救出来 这无疑会增加更多的救援时间 然而五个小时过去了 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得知女儿可能已经死亡 妈妈再也憋不住了 她抱住大树痛苦的哀嚎 恳求老天开眼能够救救可怜的女儿 这一幕感动了所有人 全都自主地围在妈妈跟前 祈祷会有奇迹发生 直到第二天清晨 女孩像布娃娃一样被钢绳缠住 并快速抬到担架上 此时父母紧张地不敢呼吸 害怕等来的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幻性的是女孩 居然还有心跳 真是谢天谢地 她们坐上直升机 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救治 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 女孩坠入树洞 不仅没伤到脑袋 就连一点擦伤都没有 在接下来的日子 安娜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小 很快变得跟正常小孩一样 还特别有胃口想吃麻辣烫 妈妈又惊又喜 可还是担心有问题 急忙来到最顶尖的儿科专家咨询 等看完结果 医生也被惊呆了 女孩的绝症居然痊愈了 医生也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原来女孩坠入山洞后 眼前是一片漆黑 她看见自己躺在地上 这时出现一只白色蝴蝶 女孩好奇地用小手点下翅膀 赫然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她触碰漂亮的花朵 花瓣立马变成蝴蝶全都飞了起来 她光脚走在水面上 湖水竟然变成朵朵白云 就好像是传说中的天堂一样 这时出现一个声音 告诉她回去后身体就会痊愈 父母听后一脸的不可置信 很快女孩的事迹上了新闻 面对众多记者的采访 妈妈不知道 女儿的奇迹是不是上帝显灵 但她知道 不嫌弃女孩的男同学 帮忙打折的餐厅服务员 给母女俩垫付机票的小伙 还有冒着丢掉工作风险的医院前台 妈妈觉得 有爱有温暖的地方 才会有奇迹的出现 感恩路上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 感恩陪伴我们的家人 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希望人生多一份关爱 多一份奇迹 这个男孩是个小天才 竟然看见一群带字母的蜘蛛 快速朝他爬来 男孩吓得用文具和使劲拍 结果有一只爬到脖子上 他拼命想甩掉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这天他在参加考试 却被一道简单的提难住了 我以为他要用惩罚口诀 谁知他的脑洞大开 幻想出九大行星 自己则开着宇宙飞船 快速拖着地球三号 夸得撞向冥王星九号 结果冥王星被撞得稀巴烂 地球却啥是没有 由此他得出结论 三乘以九等于三 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 结果刚写完一道题 考试就已经结束了 学霸嘲讽地问他 考得怎么样 男孩则一脸骄傲地说 在接下来的语文课上 老师让他念课文 他却说上面的文字在跳舞 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 老师以为他是故意不想念 于是让他把会跳舞的课文念出来 可下一秒 老师被这一幕气坏了 于是把他请出教室休息 可他满脸不在乎 还悠闲地扣起鼻子 好像他更喜欢罚站一样 竟开心地跳起广场舞 在同学眼里 只觉得他是个傻子 不仅每节课都被罚站 还是老师重点关注对象 因为他每次考试 都能稳拿零蛋 作业写得更是一塌糊涂 可这也不能全怪他 因为在男孩的眼里 书上的字会动来动去 黑板上的字也确实在跳舞 有时还是反过来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患有读写障碍 非常简单的东西 他却怎么也学不会 老师以为他脑子有问题 谁也不知道的是 他其实是个绘画天才 那独具一格的配色 和奇妙的构图 连连泛高 看了都自愧不如 可学习对他来讲太难了 成绩下来果然还是零蛋 他果断地叫来狗子朋友 把卷纸给他们当零食吃掉 父母急得焦头烂额 问他成绩怎么样 他只能假装听不见 趁着母亲不注意 跑出去跟狗子一起玩 这时附近的坏孩子 让他去捡球 由于男孩判断不准方向 直接把球扔出墙外 没想到坏孩子竟然出手打他 虽然有两条狗子帮忙 男孩还是被打出了番茄酱 可回到家后 没想到对方恶人先告状 不等陈豪解释 爸爸竟然不分清红皂白 酷吃给他一巴掌 这还不解气 甚至把他推到地上 骂他啥也不是就会惹祸 妈妈对儿子又气又爱 气他为什么不能懂事一点 只有在浴室里 陈豪才能宣泄心中的委屈 他幻想着自己打赢了坏小孩 这才让他心情好一点 可第二天回答不出问题 他又被老师罚站 好不容易回到教室 同学又发来灵魂拷问 你数学作业写了吗 成绩单家长签字了吗 没有的话你就完蛋了 男孩索性默默地背上书包 一个人来到大街上 虽然外面充满了危险 但他却觉得无比的自由 他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像鸟一样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看到小孩骑在父亲脖子上 开心地吃着冰淇淋 陈豪十分羡慕 想到自己肯定又要被父亲骂 便厚着脸皮求哥哥帮忙 第二天拿着伪造的请假条 老师并没有怀疑 还关心地让他多喝热水 男孩以为万事大吉 可没想到还是被父亲发现了 随后带着他去学校认错 然而这时他们才得知 陈豪不仅上课总六号 成绩也是门门不及格 连最基本的课文都不会读 父母羞愧得一直低着头 校长更是直言 从没见过这么差的学生 怀疑他脑子可能有问题 建议送他去特殊学校 父亲觉得陈豪是个问题少年 回家就联系了一所寄宿学校 听到父亲要给他转学 男孩吓得眼泪直流 他祈求父亲能留下自己 保证以后好好学习 可父亲早已下定决心 晚上男孩就做了噩梦 梦到自己跟家人永远分离 醒来后他哭着请求父母 希望不要把自己丢到寄宿学校 可最终陈豪还是被送了过去 他可怜兮兮地站在角落里 校长却十分严厉 很快一家人离开 此时他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站在原地一直不停地哭 从此男孩变得唯靡不振 别人都在吃饭 可他却只是呆呆地看着 把自己关进另一个世界 到了晚上他才敢大声哭泣 可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悲伤过后他赶紧洗去眼泪 但没想到这里的教学更加严厉 这个男孩太惨了 被老师用粉笔头打中脑袋 接着被叫到跟前挨打 疼得他不敢大声哭泣 体育课上因为走得步伐不对 被老师拉出队伍阀站 到了英语课更惨 看到黑板上的字母在乱蹦 由于陈豪患有听写障碍 很简单的问题他都不会 他恨自己不能跟其他孩子一样 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进步 仿佛所有数字都在跟他作对 气得他直接撕掉作业本 把所有书本扔进垃圾桶 连书包也扔到楼下 可让人崩溃的是 那些文字就像蜘蛛一样 快速地向他冲来 甚至爬到脖子上 吓得他根本没办法上课 更让人绝望的是 老师把作业本扔到他面前 骂他是个大笨蛋 同学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嘲笑 男孩觉得自己无药可救 这让他彻底崩溃 整天躲在宿舍里哭泣 却直接冲出门外 不停地在操场上奔跑 就像疯了一样 看到男孩脸上没了笑容 哥哥送给他一套最喜欢的画笔 可他并没有表现出开心 而是连包装都没拆 直接放进了抽屉里 原本开朗活泼的男孩 现在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 难道一辈子都这样了吗 直到这天一个新老师的出现 将直接改变男孩的一生 老师竟把自己装扮成小丑 他不仅一边跳舞一边唱歌 还在教室里翻跟头 很快就跟同学们打成一片 而他上课的方式也十分特别 他鼓励孩子们发挥想象力 只给每个人发一张白纸 在上面画什么都可以 每个孩子都在认真作画 只有陈好一动不动 纸上还是一片空白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 在走廊里被罚站 老师问他是什么原因 他却抗拒回答问题 并显得十分的恐惧 大壮感觉到这孩子好像有问题 于是翻看陈好以前的作业本 发现最简单的题他都不会 很多字都会写反 于是他来到男孩家里 告诉他的父亲男孩患有读者障碍 他无法分辨左右 所以才会把相似的字母写反 可男人却认为是扯淡 老师拿出一个玩具递给父亲 他让男人读出上面的文字 此时父亲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的孩子一直承受这么多委屈 老师又说 陈好有着超乎常人的绘画天赋 卧室里的绘画想象力丰富 而且色彩以及构图 全都超出普通的孩子 他的才华远在我之上 他决定帮男孩重拾信心 老师写出大家看不懂的字母 接着拿出一面镜子 通过镜子竟然就能看出来 学生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随后老师告诉大家 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男孩 他眼中的文字不仅颠倒还在跳舞 吓唬他折磨他 不管他怎么努力都不认识字 全班都哄堂大笑 有个男孩却紧张得不敢呼吸 老师不会说的是我吧 这时老师拿出一张照片 原来这个男孩竟是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名人都患有严重的读写障碍 比如天才画家毕加索 交响月之父贝多芬 虽然他们不能正常识字 但却有独特的眼光看待世界 才获得震惊世界的成就 男孩听后一脸震惊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跟他一样 老师又故意让他开灯 提问电灯是谁发明的 原来他也是写不好字母的人 在老师的引导下 男孩脸上终于露出一点笑容 于是老师趁热打铁 把这节课改为户外活动 大家可以通过想象制作任何东西 等到同学们全都走出教室 老师说刚才有一个人我没提到 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很出名 但也有同样的困扰 那个人就是我 原来大壮老师小时候也有读写障碍 但是通过不断的努力 现在也成为一名老师 他相信陈豪也可以 于是他教男孩一个个的认字 并在沙盘上练习写字 用触摸的方式感受笔画 通过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增加自信 经过不断的学习 陈豪终于可以顺畅地写出字母 爸爸出差路过学校 看到儿子在努力地拼读 竟然能读出整段海报 此时父亲十分自责 想起以前对儿子不断地辱骂打压 甚至是出手教育他 惭愧地流下泪水转身离去 为了让陈豪重拾自信 这天大壮举办了一场绘画比赛 所有老师和同学都来参加比赛 陈豪也不例外 他拿出哥哥送他的那套画笔 默默一个人坐在角落 随意地在纸上涂抹颜料和水 他画的什么没人知道 因为他眼中的色彩全在跳舞 经过专家的评比 第一名居然不是老师大壮 而是九岁的陈豪 那天马行空的画风让人陶醉 这时陈豪看向老师的作品 竟是自己开心大笑的模样 他想到原来自己 在老师心目中如此重要 这是他第一次获得荣誉 也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男孩无比激动 转身就扑到了老师的怀里 是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并且给予他第二次生命 从此 他的人生充满阳光 这学期很快结束 陈豪的成绩越来越好 所有老师都在夸奖这个男孩 父亲激动地流下泪水 他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眼前的老师 是他拯救了自己的孩子 此时陈豪彻底走出阴霾 变得阳光又自信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 眼中最闪亮的星星 愿每个孩子都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感谢那些让我们重获新生的老师们 婴儿突然从衣柜上摔下去 让人惊讶的是 他的后背上居然长出一对翅膀 还在不停地抖动 好像马上就能飞起来 妈妈不敢把婴儿送去医院 害怕医生用它做实验 经过简单的清洗后 发现翅膀竟和身体完美融合 没有一点的伤口 妈妈怕它半夜飞走 于是用床单盖在上面 没想到翅膀生长速度超快 没过几天就要撑抱衣服 妈妈用尺子一亮 左左长出了十多厘米 按照这个生长速度 一岁的婴儿很快就能飞起来 妈妈想用胶带把翅膀粘住 可小翅膀的力气还挺大 扑腾两下就把胶带扇掉 为了让宝宝舒服一点 干脆把她衣服剪个洞 这样小瑞奇的翅膀不受拘束 可以随便来回扑腾 没想到她直接爬上沙发 竟然真的飞了起来 自己还非常开心 妈妈也没意识到危险 很快瑞奇的翅膀快速慢慢长大 一夜之间长出羽毛 不到一周翅膀基本成型 担心宝宝飞行出现意外 妈妈把家里桌脚都包好 还给她穿上保护装置 身上绑上柔软的泡沫 还细心的给佩戴上安全帽 没想到下一秒 瑞奇竟然真的飞了起来 妈妈开心坏了 觉得自己有个天使宝宝 果然买了三十年彩票的母亲 这天居然中个五等奖 这都是小瑞奇的功劳 这天瑞奇在飞行中 总想要去拽灯泡 妈妈害怕发生意外 于是让姐姐把灯关掉 于是瑞奇调转方向 却一头撞到玻璃上 疼得她嗷嗷直叫 还好保护措施做得到位 身体并没有摔坏 只是翅膀轻微有些擦伤 土点护手霜就没事了 这天母亲带两个孩子去超市 小瑞奇十分兴奋 母亲单独把她留在购物车里 就在姐姐买个玩具的功夫 却发现瑞奇居然不见了 地上只有一件她的外套 妈妈顿时慌了抬头发现 瑞奇竟然飞到超市上方 追赶一盏盏亮起的灯 所有人全都惊呆了 一旁的大爷见状 问售货员哪里有卖这种玩具 他想给孙女也买一个 商场里顿时乱了套 可瑞奇却玩得正欢 连消防员都抓不到她 宝宝后背长出一对翅膀 在超市里飞来飞去 所有人都惊呆了 纷纷拿出手机发朋友圈 母亲见状赶紧去追 可怎么都追不上这个小家伙 即使消防员去抓 可此时的瑞奇彻底玩嗨了 不断地左右躲避 怎么样都抓不到她 看到瑞奇朝着灯光飞去 这时慢慢想到了办法 她让超市把上面的灯关掉 果然灯光全都熄灭后 瑞奇开始向低处飞行 这时躲在暗处的保安 快速冲上去一把抓住瑞奇 瑞奇被强行带到了医院 医生表示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人类长翅膀 建议把宝宝留院观察 做进一步的治疗 但女人却果断拒绝了 她不想儿子被当成研究对象 于是抱着瑞奇准备离开医院 不料大门被一群记者堵住 还想对她进行采访 在好心医生的帮助下 护送他们从后门离开 可就在女人走到家门口时 又被知道消息的邻居围堵 记者们也冲了过来 吓得女人赶紧往家跑 本以为已经没事了 可宝宝已经上了新闻 电视里都是瑞奇在超市里的画面 记者24小时都守在楼下 宝宝也不能总躲在屋里 由于家里的空间有限 小瑞奇在飞行时又出现意外 父亲请来了医生 想要彻底解决问题 可宝宝的翅膀连接着脊柱神经 如果切除风险特别高 而且费用是这个普通家庭 没有办法承受的 于是父亲建议 接受楼下记者的采访 这样就能赚取宝宝的手续费 妈妈抱着瑞奇 爸爸在他脚上双好绳子 宝宝十分兴奋越飞越高 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婴儿后背长出一对翅膀 妈妈一松手 婴儿竟像小鸟一样飞了起来 所有记者全都看呆了 妈妈看着自己的儿子越飞越高 并且十分兴奋的样子 竟然是神松开手里的绳子 只见瑞奇没有绳子的约束 直接飞过大楼 所有人见状全都慌了 赶紧冲上前想喊住瑞奇 谁知瑞奇越飞越快 穿过一片湖泊后 瑞奇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管妈妈如何呼喊瑞奇 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复 很快吃瓜群众全都散开 只剩一家三口在原地等着 可一直等到晚上 瑞奇依旧没有飞回来 此时母亲十分后悔 不该同意让记者采访瑞奇 虽然他们到处发宝宝的寻人启事 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失去瑞奇的妈妈非常自责 甚至出现了幻觉 只要听见鸟叫 瑞奇飞回来了 但每次她都等不到瑞奇 这天女人终于受不了了 独自一人来到 瑞奇消失的那个湖边 只见她直接脱掉外套和鞋子 竟然冲进冰冷的水里 原来女人失去瑞奇后 没了生活的希望 她想用这个办法 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在湖水要淹没她的脑袋时 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响 居然是可爱的瑞奇飞回来了 此时瑞奇已经长大很多 她不停地挥舞着小手 好像在叫妈妈一起飞走 妈妈一直不停地道歉 希望瑞奇能够留下来 可是瑞奇并没有听懂妈妈的话 只是对妈妈笑了笑 还是张开翅膀飞走了 此时妈妈也终于释怀 也许放手让她自由飞翔 才是对瑞奇的尊重 让人感到幸福的事 没过多久 女人再次怀孕 不知道这次的宝宝会不会正常呢 那瑞奇为什么会长翅膀 虽然影片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但可以看到由于父母 长时间受到化学物质的影响 而瑞奇刚出生不久 便发现身体有些异常 由此让人猜想到小瑞奇长翅膀 或许真的跟环境污染有关 对此你怎么认为的呢